中国地震局历经五年攻坚克难 组织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在华北 东南沿海 南北地震带 新疆天山中断 西藏拉萨五个重点地区 形成了秒级地震预救能力 在全国形成了分钟级烈度苏暴能力 2024年7月25日 项目税理通过竣工验手 国家地震预警工程 突破了地震预警 烈度苏暴系列核心技术瓶颈 实现了分钟级地震苏暴 向秒级地震预警的跨越式发展 总体功能与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项目的进行验收 标志着工程有建设阶段 转入全面运行 将向全社会正式提供 地震预警和烈度苏暴信息服务